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与现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华家强 今天,我们有三个引人注目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一位德国前军官在法庭上承认 他为俄罗斯提供了关于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敏感信息 接着,上海海事局宣布 从明天起,东海将进行一系列军事活动 期间禁止无关船舶进入指定水域 最后,我们将带大家了解最近在德国发生的悲剧 两名正在接受治疗的乌克兰伤兵遭遇刺杀、身亡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个时代,信息和军事行动的交织成为了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中心 从德国的间谍事件到中国的军事演习 再到德国境内的悲剧 这些故事揭示了一个复杂而紧张的全球局势 在德国之声报道的第一则新闻中 我们看到了一位名为Thomas H的德国联邦国防军前军官 因为向俄罗斯提供情报而成为焦点 这位54岁的男子承认 他将自己在联邦国防军采购部门获得的信息 转交给了俄罗斯在波恩的总领事馆 据悉,他提供的信息包括技术数据和与弹药系统 飞机技术相关的信息 Thomas H的动机似乎是出于对乌克兰战争升级的担忧 以及对德国政府的不满 他的行为引发了对政府机关安全核查的加强 而在东海,如明报所报道 上海海事局宣布了一项军事活动 禁止无关船舶,驶入特定水域 这场活动普遍被认为与中国的福建舰海事有关 福建舰的海事被视为中国海军力量的一个重要标志 显示出中国在海军技术和战略上的自信 另一方面 德国之声还报道了在巴伐利亚小城穆尔脑发生的悲剧 两名在德国接受治疗的乌克兰伤兵遇刺身亡 这起事件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政治动机 尽管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与俄罗斯的亲乌战争直接相关 这一事件不仅引起了乌克兰外交部的关注 也引发了对在德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之间紧张关系的担忧 这些故事共同构成了一个关于信息 军事力量和国际关系紧张状态的多面体 从德国的间谍行为到中国的军事演习 再到德国境内的暴力事件 我们看到了在全球范围内安全 信任和政治动机的复杂交织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到直接涉及的国家和个人 也对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和平构成了挑战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 国际社会需要更多的透明度 对话和合作以应对这些复杂的挑战 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标志着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据香港电台报道 这次全会不仅是中央政治局 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的重要场合 而且将聚焦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议题 这一消息 无疑为国内外观察者提供了一个 关注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和策略的重要窗口 与此同时 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的进展 明报揭露了吉林省政协员副主席张晓沛 因受贿近七千万人民币 而被判监九年的案件 张晓沛在担任多个重要职务期间 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 收受巨额贿赂 法院的审理揭示了中国在打击腐败方面的决心和行动 同时也展示了法治建设的进步 张晓沛的自首 认罪悔罪以及积极退赃 为其获得了从轻处罚 这一案件成为了中国反腐败斗争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在国际经济合作领域 中国与厄瓜多尔签署的自贸协定的生效 被东方日报视为两国经贸合作的一个重大里程碑 该协定的实施 意味着双方将分别对约90%的税务逐步相互取消关税 为两国企业提供了更加便利 透明、稳定的营商环境 这不仅将激发中俄两国贸易投资合作的潜力 而且也是中国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又一实践 此外 中国与格鲁吉亚之间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的协定的生效 进一步体现了中国在促进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方面的开放态度 综上所述 从北京的政治决策到国际经济合作 再到法治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这些报道共同描绘了一个正在深化改革、开放合作 坚持法治、打击腐败的中国形象 这些发展动态不仅对中国自身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也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日益重要 国内外对这些变化的关注和分析将持续深入 在伦敦东北部的一个地铁站附近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让整个城市屏息 据《经济日报》报道 一名男子手持刀具不仅撞毁了一辆汽车 并将其撞向一所房屋 更是在早上七点的时刻发动了对多人的刺伤行动 这场突发事件导致至少五人受伤送往医院 其中包括两名勇敢的警员 警方迅速反应 拘捕了一名36岁的持刀男子 而初步调查排除了恐怖袭击的可能性 但疑犯的动机仍是一个谜 目击者的描述和社交媒体上的视频记录了这一切 让人们对这起事件感到震惊和不安 另一方面 香港正迈向智慧城市的未来 《经济日报》同样报道了 入境处与印科院签署的一份备忘录 宣布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合作框架 这份备忘录涵盖了创新通关模式 生物特征认证 人工智能技术和机械人技术等四个主要领域 旨在通过科技提升通关效率及安全 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和印科院的领导人 展示了他们对于将科技融入日常运作的雄心壮志 包括利用AI和机械人技术 简化和加快私家车的出入境流程 这些技术的应用 预示着香港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地位 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而在澳门 另一起事件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据香港电台报道 两名海关人员因涉嫌诈骗大量病假而被撤职 这两人分别在2016年和2018年开始 以腰部疾病为由 取得了大量的医生证明 期间涉及的薪酬高达数百万元 然而 廉政公署的调查发现 这两名官员在请病假的同时 却频繁出入境 甚至参加长途旅行和体力劳动 显然与他们所声称的腰部疾病不符 这一发现 揭示了公职人员中存在的诚信问题 同时也反映了监管机制的漏洞 这三起事件虽然发生在不同地点 却都触及了公共安全 科技进步与道德诚信 这三个社会的重要一题 从伦敦的暴力袭击到香港的科技创新 再到澳门的公职人员诚信危机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 也反映了在危机中寻找解决方案的努力 无论是通过加强警力 利用科技提升效率 还是严格执行职业道德 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构建一个更安全 更高效 更有诚信的社会 在这个充满速度与激情的世界里 WhatsApp带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更新 特别是对于那些热爱速度和赛车的人来说 据《经济日报》报道 随着F11级方程式赛车 迈阿密大奖赛的举行 WhatsApp与Official Mercedes-AMG Patronus F1 Team合作 推出了全新的赛车表情符号 这个表情符号采用了 Mercedes-AMG Patronus F1黑绿色赛车的配色 已经在美国纽约帝国大厦亮相 预示着这个表情符号 将为全球的WhatsApp用户带来全新的交流体验 这个黑绿色赛车表情符号的推出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更新 它象征着速度 激情 以及对赛车运动的热爱 WhatsApp表示 这个表情符号的更新将陆续向全球用户推出 让每一个用户都能感受到 这份速度与激情 同时 值得一提的是 即将离开Mercedes-AMG Patronus F1 Team的赛车手 Louis Hamilton也将在纽约市中心进行一场赛车表演 为赛车迷带来更多的惊喜 而在天文与探索的领域 中国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 成功地在内蒙古东风驻路场着陆 如香港电台所报道 这标志着中国航天探索的又一重要成就 展示了中国在航天技术和探索宇宙方面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神舟17号的成功着陆 不仅仅是对中国航天员的一次成功送迎 也是对人类探索宇宙无限可能性的一次生动诠释 然而 自然界的力量总是让人敬畏 星岛日报报道了一则关于极端天气的新闻 广东潮州近日遭遇了恐怖的龙卷风袭击 导致厂房遭到严重破坏 这场突如其来的龙卷风 不仅仅摧毁了物质财产 更是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恐慌 此外 广州 长沙等地也经历了极端的天气状况 从强龙卷风到大暴雨 这些极端天气事件提醒着人们 面对自然界的力量 人类仍然显得十分渺小 无论是科技的进步 还是自然界的力量 这些事件都在提醒我们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可能性和挑战的世界里 从WhatsApp的新表情符号 到神舟17号的成功着陆 再到广东遭受的极端天气 每一个事件都在向我们展示着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界的力量 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中 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发现和挑战 让我们期待着 未来会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挑战 在一个充满创新与探索的时代 科技的进步和太空探索的成就 正不断地推动着我们的生活前进 从智慧城市的构建到太空探索的辉煌 每一步都招视着人类对未知的好奇和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 经济日报报道了一项重要的合作协议 标志着香港入境事务处与印科院携手合作 共同推进本地科技研发 并响应港府推动智慧城市政策的决心 这份为期三年的合作框架 涉及创新通关模式 生物特征认证 人工智能技术和机械人技术四大主要领域 旨在通过技术创新提升通关效率及安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印科院的多重摄影机矩阵感测融合技术 将能够在短时间内识别及捕捉移动中的目标 实现通关自动化 这不仅将极大提高四家车出入境的效率 也为智慧城市的建设增添了一抹亮色 另一方面 香港电台和星岛日报 带来了神舟17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消息 这不仅是中国航天史上的右翼辉煌成就 也是人类探索太空的右翼重要步伐 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 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航天员汤鸿波 唐圣杰 江欣灵 身体状态良好 这一切都离不开幕后团队的精心准备和精确控制 从与空间站组合体的成功分离 到择机再入返回降落 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高水平和成熟技术 这两项报道 一个关乎地球上的智慧生活 一个关乎太空的探索梦想 虽然领域不同 但都体现了科技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变革 通过入境事务处与应科院的合作 我们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 通过技术创新 实现更加便捷安全的通关体验 而神舟17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成功 则再次证明了 中国在太空探索领域的强大实力 和人类对于未知世界永不停歇的探索精神 科技的每一步进步 都在为人类开辟新的可能性 无论是在地球上构建智慧城市 还是在浩瀚宇宙中探索未知 科技都在引领我们 走向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应用 我们有理由相信 未来的生活将会更加便捷 安全和充满想象力 在北京这座历史与现代交织的城市中 近日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 巴勒斯坦两大派别 民族解放运动 法塔赫和伊斯兰抵抗组织 哈马斯的代表 携着和解的希望和团结的愿望 齐聚一堂 进行了一系列深入而坦诚的磋商 这场在北京举行的对话 不仅是两派之间的会晤 更是一个关于和平与未来的探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在一场例行记者会上 揭开了这场磋商的神秘面纱 据林健介绍 这次会谈是应中方的邀请而举行的 法塔赫和哈马斯的代表们 就如何推进巴勒斯坦内部和解 进行了深入的对话 在这场对话中 双方不仅充分表达了 通过对话和协商来实现和解的政治意愿 而且还就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 并且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令人鼓舞的是 双方一致同意继续这一对话进程 共同努力早日实现巴勒斯坦的团结与统一 而关于下一步对话的设想 双方也达成了一致 这次磋商的背景颇为复杂 巴勒斯坦的内部分裂 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该地区和平进程的一大障碍 法塔赫和哈马斯作为巴勒斯坦两大主要派别 期间的矛盾和冲突历史悠久 然而这次在北京的会晤展现出了双方解决分歧 实现和解的强烈愿望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此前就已经表示 中国支持巴勒斯坦各派别通过对话协商 实现内部和解 加强内部团结 这次会谈无疑是中国在促进巴勒斯坦和解进程中 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体现 在这次磋商中 哈马斯展现出了其对和平的承诺 一位哈马斯的高级政治官员曾表示 哈马斯愿意加入法塔赫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共同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组建联合政府 更为重要的是 哈马斯愿意根据国际解决方案 在1967年以前的边界内 建立一个拥有完整主权的巴勒斯坦国 并接纳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 这一表态不仅显示了哈马斯对和平解决方案的支持 也为巴勒斯坦内部和解进程增添了一抹亮色 这次在北京举行的磋商 不仅是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一次重要对话 更是巴勒斯坦走向和解与团结的一大步 在国际社会的见证下 这次会谈开辟了一条通往和平与未来的新道路 随着双方对话进程的继续 我们有理由相信 巴勒斯坦的和解之梦终将成真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